Hello,欢迎来到VGM Warship的频道,我是King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叫做《更深呼求》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它需要怎么样的音色吧 这首歌我们会玩GKey速度是150 那我们会连接电脑和MIDI Keyboard 那因为它需要几层的音色,我的键盘不够长 那我就会用到两架的键盘 那第一个呢,它有一个重叠的重复的音 类似这样 然后会有一个八度音 然后第二个会选一个String 类似String的这个音色 那在副歌的部分 在副歌的部分呢,它会有一个类似这样的Lead 那在Bridge的部分呢,就会有一个这样的钢琴 类似钢琴的设定 那在Bridge的部分呢,就会有一个这样的钢琴 类似钢琴的设定 这样的映射哦 One,Two,Intro,Two,Three,Four 词 词 Precorus Precorus chorus verse pre-chorus chorus chorus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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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mp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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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g the river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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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ild Instrumental Chorus Ending 好,来到我们的电脑的部分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用的这个Software 叫做Albino Live 10 那回到我们的音色的部分 第一个声音大家会听到一个一直重复的LOOPS的声音哦 那其实这个声音呢 跟这个Chorus的LIT的声音是可以用一样的 可以用一样的只是弹中间就可以了 只是如果你要一直重复弹的话 可能会很累拍子会走掉 那整首歌下来可能左手会抽筋哦 那可能弹完整首歌 左手跟右手的这个宽度就不一样了 收了一圈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呢 可以介绍大家一个 先把它录制下来 先把它录制下来 像现在 像这一些 我把它先录制了起来 把它录制了起来 先把它录制起来 那录制了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变成这一个Audio Track 把它变成Audio Track 之后我们可以打开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叫做DrumRap DrumRap 我已经做好了在这一边DrumRap OK DrumRap 当你打开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一格一格 那只要你把你采样器 你做好的声音 把它对应丢进来 就可以了 记得打开这个LOOPS 还有把DK调到最大 OK 那你只要按一个NONE 它就会自动把你刚才做好的声音 一直重复的在播放 非常的方便 那第二个声音呢 就是TOWER PAD 就是一个类似 String的声音 类似一个String的声音 只要找相似的就可以了 那 跟大家介绍一个很重要 也是很好玩的东西 叫做InstrumentRap 在这一边 InstrumentRap 那打开之后呢 只要把你想要的声音 音源丢进来 就可以同一时间在同一个keyboard 可以有不同的声音了 就可以在同一时间 你可以演奏两个不同的声音 五个甚至十个不同的声音都可以 那在这一边呢 我会把这个key 它的每一个声音的key 的键 来去做一个调整 比如说我在这个C3以前 我不想要有这个string的声音 我就把这个 不想要有这个string的声音 那我就把它拉到这个C3以上 就是说C3以上呢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哦 所以当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有打开这个InstrumentRap 把我们想要的声音丢进来之后 我们可以同在一架钢琴里头 可以玩很多不同的声音哦 就也要看你的键盘有多长啦 那我因为这一首歌 它需要蛮多的音色 我的键盘的宽数不够哦 那我就选择有两个 两个键盘 一个是Lunch Key Mini 一个是BK3 这个接到我的MIDI Keyboard 所以我就透过两个不同的键盘 个别发出不同的声音 好 这就是电脑好玩的地方 如果是自带声音的keyboard的话 它可能会有一些的限制 可是用电脑来去玩声音的话 现场去玩的话 它可以就有无限的发挥的空间 好 我们今天的教学就到这边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或者有任何的疑问的话 你可以留言在我们的影片下面 或者是email给我们哦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帮我们按赞分享 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分享